一次南海的淘宝之旅 一次闪亮的水晶之旅 如果法式不具军营 色彩又好又润 那就是好石头了 色彩斑斓内有乾坤 只要是顶级的价格都是差不多的 和村民一起玩转南海富饶乡村 美丽中国乡村行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在中国的南海边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这里从东晋贤河六年就已经见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麒麟舞 西秦系 白字系 有效地记录了它的历史变迁 而信念闻天祥的方范婷 象征澎湃领导建立的 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的 红宫红厂 更是让这个地方独树一帜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 广东东南部的海丰县 海丰的名字 是由南海雾峰而来的 那么这里雾峰究竟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今天就去那里一探究竟 这南海边的物产非常的丰富 来到这儿不仅可以关海细水 他们当地还有一个旅游项目 叫做大王捕鱼 我们可以亲身地体验一下 老乡告诉我们 只有在大王捕鱼的过程中 才能充分感受天然海湾生态 老乡扛着400米宽的鱼网 300米长的绳子走向海面 在长远4000米的沙滩上 留下来捉捕鱼 鱼网和绳子放上渔船 船桨安插到位 六位经验丰富的渔民就滑向海中央 滑到距离海岸四五百米的地方去撒网 你看那边船已经靠岸了 它是从两边开始同时往上拉网 每进行一次大王捕鱼都要有十几个村民参与 海上的负责撒网 岸上的负责收网 别看是分开两部分 可村民一个都不闲着 收网当然要用岸边留下的绳子 绳子头尾两端距离有200米左右 每一侧都有五六个村民在马扩 他们赤脚踩在沙滩上 一只手拉住捆绑与网的长绳 腰间拖拽一根固定在长绳上的短绳 每隔几米有一个人 这样有节奏地从海边向岸上移动拉网 还好啊 几个人一块拽的话就好像不是很重了 没过几分钟 记者感受就不一样了 劉莉加油 因为这个是得需要17个人共同来协作的 看我的手都红了 快拉到树桶边 大叔从绳子最后端向最前端赶过去 只见他手里带着鱼飘的短绳一甩 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拉网 吃个东西一下子就缠上来了 加油 我现在这是打头的第一个 来加油 哇真的好重 拽不动了 他一样子想吃点 这个海鱼不是容易的事啊 不过一般人为了这个美费还是心甘情愿付出的 在村民们的协作下 网绳被拉上岸的越来越多 海鲜离我们也就更近了 来我帮你一把师傅 很重的 我刚才体验了 体验了 体验就好 这个绳子很重的 是很重的 所以要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现在 吃牌你呢 我擦那壁楼 吃牌你呢 等下这碗的壁楼 还给你拍到就不好意思了 岸上的游客也加入了拉网的行列 几个年轻人开始学着坐起来 加油 加油 轻松不轻松 好 可以 那是因为你在后边 你到天边就试一下 没思考这种感觉 蛮刺激的 来来来 越来越壮大了 天哪 就是团结 就是力量 来 游客村民齐上镇 真是团结力量大 感觉鱼网快露头了 快下来了 就证明这个网现在出现了 你看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我们今天到底是网到了什么鱼呢 大鲨鱼 大鲨鱼 所以说这个网一点一点往上拉 我们都耐不住性子 你看都把裤腿挽起来了 想往这个海里面走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的东西 小鱼啊 天哪小鱼啊 哪哪哪哪 啊 一条 目前这个网 我看到了一条鱼和一只小螃蟹 我刚才师傅说这小鱼很好吃的 海鱼都好吃 嗯 不有 要主力是困境一斤最少 这两个网的之间距离越来越近了 上来上来网 要上来了 大鱼来了 千万能看到这地上这几条小鱼都是我们今天老 抓了一个大一点的 哇 这又是我的收获啊 海鱼一条 你看 哇 哇 真的好多鱼啊 哇 拉上来 这一网打上来的几乎都是一种鱼 秋天来海风旅游 您就有机会和这种鱼亲密接触 游民告诉我们说那这个鱼叫做山鱼 我们游客在参与这个捕鱼之后呢 还可以把它带回去 游客只需要花上400元钱 就可以邀请村民表演大王捕鱼 捕到的鱼也可以带回去品尝 咱们今天捕鱼上大概多少斤 100斤左右啊 这也要看我们这个游客的运气了 100多斤我觉得还算是可以了 我拉着十几大 这还不算多呀 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 好 你看师傅的动作好坚熟 来我帮您抬可以啊 可以帮您抬过去 你看这个活蹦乱跳的海鱼 我跟您说吧 这个啊就跟我们这次的美食有关 在海丰县的大小饭馆 您都有机会尝到跟鱼有关的美食 它们是什么呢 厨师们忙着配料的是海丰一种著名的美食 它被称为海丰小吃三剑客之一 这第一种叫米果 米果的馅料内容丰富 就算是当地人空派也不容易记得全 红薯切丝 芹菜切丁 大葱大蒜少不了 还要加入豆芽 花生 虾米 鱿鱼丝 煎鸡蛋末 当然味道香通常少不了肉 再看这个 小莫镇打上来的鱼派上了用场 这是厨师们新创的家鱼的米果馅 当然米果的馅儿中的调味料也不少 盐 白糖常见 鱼粉 胡椒粉 花生酱 花生油 也是米果味道独特的原因之一 馅料调制的过程中 厨师们开始准备米果皮 在新鲜的土豆粉中加入凉开水搅拌 等到成浆而基本没有结块的时候 经验丰富的大厨就会往里缓缓加入开水 开水的水流不能太大 太大会让土豆粉变熟 而影响米果的橙色和口感 等土豆粉慢慢的变成糊状 再加入一些土豆粉 使粉团不粘手也不粘面盆 这干面粉就加够了 大厨说 当土豆粉团不粘手 面板面盆这三观 这面粉团就揉好了 在用刀迅速做出的粉饼上加入馅料 一个个米果就做成了 经过十分钟左右的蒸煮 带着菜香带着肉鲜的米果出炉了 微微在上面刷一层油 眼前的米果更加油亮透明 厨师们忙活的第二样美味也是海风小吃三剑客之一 它就是小米 它与米果的馅不同 皮不同 形状也不同 但它的皮也是晶莹剔透的 厨师现在揉的是小米皮 热水烫的是红薯粉 为了让红薯粉不结硬块 烫的时候要慢慢搅拌 基本成团之后要放一块猪油 猪油的加入让红薯粉团更加油亮 而这位女大厨的配方中 还要加上三分之一的白薯粉 添上货真价实的猪肉馅 捏出圆球一样的花边 这过着肉团的小米就做成了 海风的美食真是丰富多样很多 就这个 这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真的像水晶一样 晶晶亮 非常的爽口 因为它里边有菜 然后有鱼肉 也有猪肉 然后还有好多的青菜混在到一起 这个皮它很薄 不能说是透明 但是已经激进透明了 再尝尝这个小米 这个小米也很亮 一口吃下去 皮也很筋道 现在嚼这个皮的过程 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里边还有汁 很香 这个猪肉的香气 现在一到隔壁里边 只要一把它咬过 就已经铺满嘴 成了满口香了 你看啊 菜果和小米 这两道海风传统的美食 看上去呢 就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 不过啊 它的口味不同呢 关键要取决于里边的馅料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所以呢 大家到这儿来游玩的时候呢 一定别忘了品尝这两道美食 记者在海风吃到了油亮经营的美食 老乡说海风还有更经营剔透的宝贝 它是什么呢 海风的物产呢 非常的丰富 它除了有鱼虾蟹米之类的 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还不知道 就是啊 这个地方不出产 但是又做得非常好 那就是珠宝 而且我还听说呢 世界上70%的水晶制品 都是从这儿走出去的 所以呢 今天就让我们开启一次 闪亮的水晶之旅 古往今来 珠宝都与名贵挂钩 为了得到西式珍宝 人们往往不死千辛万火 从各种宝藏中发现的最纯净的东西 莫过于水晶 中国人最古老的称法叫水晶 意为似水之晶 又说是千年之兵所化 出于对水晶的真爱 除了常见的白 茶 粉 黄 紫 紫黄等颜色 人们给不同品种的水晶 起了很多美丽的名字 像发晶 太晶 幽灵 芙蓉石 蔷薇石鹰 星光水晶 水胆水晶 兔毛水晶 太金花等等 但大部分人平时很少见到这么多种水晶 说实话呢 我对珠宝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今天我请了一个行家 让他来带我好好地转一转 钱大哥您好 您好 您现在方便带我去转一转吗 可以啊 18年前 钱可川只是可堂的一名切力工 现在已经是资产过亿的水晶行家 都说海风的水晶制品多 可钱大哥怎么带着记者 先来看各式各样的石头呢 看来看去 这些石头无非是颜色略有不同 它们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几块最好的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颜色很伤 晶体比较干净 然后这个你看一对比 明显的颜色会差一些 这些都是水晶 那它是原料 对水晶原料 那我怎么能够看得出来 它这个哪块好哪块不好呢 原料的品质和颜色则 这些都可以 我们买石材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上水 给你看一下 上水这一部分 我没上水这部分就出来了 看得很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头 贤大哥说 看一块水晶好不好 一看颜色 二看体 三看里面的风景 如果法师布局均匀 色泽又好又润 就是水头 我们说的水头 那就是好石头了 为了让我们了解 这些石头 是如何变成亮闪闪的 水晶制品的 钱大哥带着记者 来看它变美的过程 在这里 每一块挑选出来的水晶原石 经过一道道 去除取经的过程 才能变成精美的水晶制品 原石要先挑取品质好的 切割成小块 块头大小 就全凭挑选石的判断力 如果觉得里面有发丝形状的 就可以加工成发精制品 这里看到的多是金发精 钛精或者铜发精 发精是包裹起水晶的一种 包裹起水晶 因为水晶原石的半生石不同 而形成不同形态的水晶 比如含蟒和铁的 称紫水晶 含蟒和钛 称玫瑰色的是粉水晶等等 如果水晶原石里包裹有 绿泥石 那就能加工成叫做绿幽灵的水晶制品 这其中的一部分 看着像风景画的 被形象地称为聚宝盆 看看师傅们指尖的贤熟动作 越到了后边的工序 对师傅记忆的要求越高 这是加工成戒指面的铜发精块 这个则是在打磨 做成前代形状的绿幽灵水晶饰品 当然目前水晶饰品中 最常见的就是水晶手串了 这几位女士就是在挑选 大小均等的小水晶球打孔穿线 做水晶手串 你看我们一般旅游到这个地方来逛一逛 肯定也想买水晶 那我们该就是怎么选择水晶呢 就什么样算是好 这个我来告诉你 这两种拿来给你配合 说每一串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同样的 对 它里面的矿物质不一样 那种它具的那个比例就比较均匀 带红皮的价格就会输给没有红皮的 那它的单价肯定不一样了 你做一下笔根你就看出来 这首先这个聚宝盆的盆子 聚的不完整 其实就是金皮 它有一点散 风景的地方还有带红皮 进度 里面会有一些物状 那看看这个好的 这个聚宝盆 首先完整 其实这个晶体 晶体半径 打到玻璃一样 像玻璃一样 所以两种东西一比较价格就出来了 为了考验记者的眼力 钱大哥换了一家店铺 让记者挑选水晶 本来我觉得我已经会挑选了 但是突然一下看上去就真是有点晕了 这个颜色深一点都会好吗 颜色深一点 比如说像它这一种 这一种会好一点 最好的一种就是发色和晶体 完美的结合 结合的比较正的就比较好 只要是顶级的价格都是差不多的 这一家的水晶又一种颜色 这又是什么水晶呢 它这个紫黄金怎么还感觉颜色 还有一点偏颜色 紫色我好像非常清晰 这种紫黄金很容易被误以为紫水晶 它的价钱并不贵 您千万别当成紫水晶买了 目前海风的水晶制品 已经成为游客来此争相抢购的旅游纪念品 如果您在十月来到这里旅游 还能在珠宝乡村旅游文化节上 看到很多奇珍异宝 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 品质好一点的要按客购买 在海风 可塘镇的水晶宝石 每年总产量五万吨 工匠们根据水晶天然形成的纹络 把水晶雕琢的玲珑剔透 水晶让当地村民的家庭年成军收入 从1995年的一万元批高到八万元 这次海风之旅让我透过水晶看到了一个闪亮的世界 这里不仅有海风人的直爽和淳朴 还有海风美食的经营剔透 美丽中国情生态相最有 我们下一站继续出发 美丽中国爱与美丽相存 最新的美丽中国爱与 传递着祝福和美好的前景 想到海风感受水晶的世界很方便 从深圳机场到海风县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您不但可以找到色彩斑斓的水晶 还可以观海景捕海鱼 更有经营剔透的美食小吃在等着您 您的旅游线路可以是县城可塘镇和小莫镇的任意组合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来节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信浏览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温宿大甲骨暂时生命奇观 比鸡蛋还大的红枣不止是甜 丰收的喜悦难忘的笑脸 送你一个女婿绝非戏言 神奇的美食体验 美丽中国乡村行 新疆温宿丰收激情之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